B上梁山参加红军 方瑞福老是忠厚 母亲周成凤勤劳简朴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鸡同样席 但是全家人起早摸黑 还是吃饱穿奔暖 方正平五岁那年 父亲病重 为了治病 父母忍痛将他以五十串钱 卖给唐口村的方贵住为子 这家比他的亲生父母家略微好一点 九岁时养父送他去上了私塾 随之方正平上了不到一年 养父又因病去世 全家生活又陷入困顿 养母以八块银元 将家中仅有的一亩半田卖了 抬掉养父治病急办丧事欠的债后 以胜无几 开春时 方正平到镇上买米 结果米航老板竟污蔑他的银元是偷拿的 不仅不卖给你 还把他的钱抢走了 方正平受了一场奇耻大辱 以后为了生计 方正平和养母在租田里耕作 还砍柴挑到镇上卖铃钱 有时替人做短工 十六岁时 为了虎口 他去白湛村 一个地主家当长工 原以为主家姓方会有所照顾 没想到他除了白天种田外 还要喂养牲口 挑水 扫院子 烧火做饭 吃的却是地主家吃剩的残饭 一年才给牧串工钱 一天清晨 方正平正在扫院子 晚上打牌输了钱的冬天正好回家 结果无端打了他一嘴 方正平忍无可忍 愤然离去 1926年8月19日 北发军攻克平江县城 方正平参加了平江农民协会和赤卫队 站岗放哨 参加打土豪乐霸等活动 1928年 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22日 彭德怀发起平江起义 成立了红武军 方正平要去参加红军 生母 养母都坚决不同意 他怕惹两位老人伤心 只好暂时放弃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1930年 彭德怀帅部再次打回平江 方正平现在展为恶社会 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便瞒着家人 找到红军 要求参军 他本来叫方白发 为了不连累家人 参加红军时改名叫方正平 意思是为了公正 平等而奋斗 就这样他成为了彭德怀麾下一品 他十年二十二岁 在部队中方正平从战事做起 再当排长 一步步升职 到新中国成立时 他已经是解放军 G21兵团政治部主任 1950年秋 他回到离别二十年的家乡 生母 养母军已经去世 1955年9月 实为中南军居海军副政委的方正平 被授予解放军中将 授贤时 杨勇和他开玩笑说 你没饭吃 卖了田去买米 钱却被诬陷是偷的 当初没想到吧 今日成为了将军 方正平说 莫提了 那个社会太吃人了 不砸烂了他 我们别说当将军 活路都没有一条 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这边就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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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H